大家好,现在是6月的19日,星期五,周末,新冠病毒疫情摧残了全球的贸易,前景暗大,现在出现大衰退。 中国现在又成为,再次成为美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,因为4月份中国增大了对美国的贸易量。 美国的贸易代表在国会上,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,说中国已经承诺,立行承诺完成了100亿美金的大采购,中美又成为贸易的好伙伴。 所以说中美在经济上脱钩,在疫情情况下是不可能的。 这是赖海哲的表达。 中国和美国贸易额现在达到了397亿美元,4月份增幅是43%,是最大的增幅。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GDP2020年会负增长5.2%,而中国会正增长1%。 中国会成为2020年自2021年成长的引进。 中美在1月份签订了20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,中国要多向美国买2000亿的产品。 这一次实现100亿,大豆是30亿,占了美国出口的三分之二。 中国需要大豆比较大豆油啊。 小麦也是吃鱼采购。 猪肉,中国是前一段是因为猪流感嘛,所以对猪肉是有缺口。 所以猪肉比2017年上升。 牛肉以前没有出口,现在是成为了第二大出口市场。 棉花采购了10个亿,棉花的10个亿是还没有完成目标啊。 特朗普现在是在和拜登搭选账,他是落后拜登13个百分点。 所以现在他反中成为一个目标,民主党也反中,特朗普也反中。 他就在他的推特上6月18号说,仍保留和中国完全脱钩的选项。 他5月14号曾经发推说,全面切断美中关系可以省下5000亿的美元。 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啊,一家的之言。 现在就是外媒啊,像华尔街日报啊,像美国的媒体啊,就是在疫情下,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,就会发现,中国还是很讲信誉。 例行了自己的承诺,购买的产品比较多,因为美国也需要开支啊。 而且美国商会说,这个中国确实做得非常的好啊,因为希望是在看中国嘛,中国是在持续的增长。 所以这个是比较,是引人关注的,让人觉得很好的。 这是张老东在美国的爱达河的Boisy Garden City的报道。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,您的点赞和评论,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 谢谢您的收看,下次节目再见,拜拜。